我们先在定目第六章 能量储存元件 电容与电感 这章我们会学习到 了解如何使用电容与电感的电路模型 来计算电压、电流及功率 同时也能够计算电容与电感储存的能量 也能了解电感、电流与电容电压连续的概念 能计算直流电源的电路中电容与电感的电压与电流 最后能够了解电容与电压串联或并联时的特性 那这章里面第一个介绍电容 紧接介绍电感 再来介绍电容与电感的组合 那RC电路、放大电路 RC运算放大器的电路 最后还有一些应用翻例及设计翻例等等 好,首先我们看到电容器 那这个是一个 各位应该还算是常见到的 一个最常看到的应用 就是汽车里面的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能够在1%秒迅速充气 可以阻断驾驶者或车内的乘客 与车内周边的车身的结构之间的碰撞 能够达到求生的目的 OK,它要在那么短的时间能够充气的话 它所提高的是用一个很迅速能够产生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就储存在电容器之中 那一旦感应到车的碰撞时 电容器顺时间的把电容器顺时短路 把能量放出来 然后把这个能量呢 让金属融化成小颗粒 然后急速到气囊之中 OK,等于气囊作为一个小型的爆炸 让它把气囊充满 气囊人撞击气囊 OK,就不会撞击到驾驶座上的 例如做方向盘 或车子上面的 前座前面的那个仪表板上面 OK,它就达到求生的目的 OK,那这个就是一个电容器的一个特性 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充电跟放电 好,那它的构造呢 大概从这张图里面所看到的 它是一个 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个平行的电击板 中间填充了借电池 借电的材质 那这个材质呢 基本上是不导电的 因此电流流到这边来以后呢 只有在导通的初期的很短的时间内 有电流 一旦电荷充满了以后呢 那电流就被截止掉了 因此就形成了断路 好,那它电流呢 跟上面的电荷量有关系 OK,那么I等于DQDT Q呢就是代表了电容器上面的电荷量 那右手边这个是典型的一个电荷器的外观 有圆筒状的 OK,那这个是常看到电解电容器就长成这种形状 包括下面这个也是 那然后呢也有一个所谓的圆 这种小型的也是 那另外有下面的像扁平状的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陶瓷电容 都在下面这里面 那不管怎么样呢 它一定有两个导线 引接外部电路 那这两个导线 就相当于这两个电极 OK,有的还有正负极之分 在旁边,例如说在这边 旁边有标示它的正极或者负极在这边 使用上要特别小心 好,这个是电容器的外观 及它的基本的架构 那对于电容器的 那这个电容器可不可以求可以 我们基本上呢 C呢等于ε0 就真空的界电系数 假设这两个电极板中间是真空的话 就用ε0 那么当然如果填充了界电材料的话 在前面还要再乘一个ε 那乘上了它电极板的表面积 面积A 除上了两个极板中间的距离D OK,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C给求出来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知道呢 如果这个A不太大 D也大概几公分的话 因为ε0很小 所以使得电容通常很小呢 因此我们最常用的单位是 Microfaradi 就是一个法拉第10的6 100万分之1的法拉第 那么C呢等于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在两个电极板 外接了一个E伏特的电压源 假设呢 那么充饱了以后呢 上面的电荷量如果来到一库轮的话呢 我们称为这个电容器呢 是一个法拉第 好,既然我刚刚前面提到呢 它充电量很小的话 大概是呢 那像这种最简单的真空电 真空 所谓的两个东间是夹空气 或者真空的话 它的μ0很小 那么因此呢 大概如果是一个Microfaradi的话 那上面的电荷量呢 大概就是来到了 1乘10-60库轮的电量 OK,这是C的大小 那么我刚才前面提到呢 C的大小等于单位电压上面的电荷 所以这就变成电荷除以电荷压 就得到了C 那么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Q呢 对时间做微分 也就是得到电流 电流呢 安培的定义呢 就是单位时间所流过的电荷量 I等于DQDT 或者认为是电荷量对时间的微分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等于I呢 那么I呢 我们可以等于DQ除以DT 那么QU等于C乘V 我们带进来的话 这我们可以马上可以了解到 那个电容器上的电流等于C 乘上DVDT 也就是呢 电流是电压的微分 电流是电压的微分 那么好 同样的式子我们把DT呢 乘上IDT的话 那么也可以看作DVDT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电压呢 可以看作下面这个式子 可以看作是电流的积分 刚好这两个是互微表里 一个是电流是电压的微分 那么反过来电压就是电流的积分 OK 那么写成式子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OK 如果我们加上了它的起始值跟中了值的话 就可以写成了这种形式 好 那么功率呢 我们知道呢 是电压乘上电流 那么当然就是这两个的形式 乘起来就是CDVD CVT乘上DVDT 那么分头它的总能量呢 当然就是把这个功率 对时间再积分 那积分积起来的话 我们会得到呢 最后会得到 那么功率就等于2分之1CV平方 2分之1CV平方就是等于 它的电容量乘上外加的电压的平方 换句话说呢 如果外加的电压是固定的 这个电容越大的话 它能够储存越更高的能量 在电容器中 OK 当然也可以写成2分之1CQ平方 也可以写成电量的平方 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么电容器 刚才前面再次提到了C呢 这里面提到了 它的电流是电压的微分 那对于直流电压源而言呢 V不随时间改变 V的意思就是 V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系数 因此DVDT等于0 那当于I就等于0 换句话说 没有电流 那么等于开路 电容器对于一个稳定态的时候呢 它自己开路 没有电流 这开路等于它的电阻是无穷大的 OK 那么因此呢 电容器的第一个应用就是 它能够滤掉不需要的直流电 有一些东西呢 电器呢 不希望有直流线流过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各位用到的扬声器 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 俗称叫喇叭 那个喇叭呢 我们就接上的喇叭呢 它只能让交流电流过 直流线流过去呢 很有可能的喇叭就毁掉了 因为喇叭的原理呢 是靠了电流流过线圈 线圈里面产生的磁场 跟一个固定磁场之间相互的作用力 使得线圈能够产生的震动 线圈震动带动纸盆的震动 发出了声音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把线圈 你把线圈通了直流电以后呢 很有可能就 线圈就直接产生 根据磁场的方向 要么就向外排斥 离开远离磁 永久磁铁 要么就向内吸附在磁铁之上 这样子 因为很有可能呢 如果这个 它的动作大于它的弹性范围之外的话 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因此绝对不能让扬声器去碰过磁流讯号 那怎么办呢 那通常在电路上面 我们串联一个电容器 然后阻绝它的磁流电讯号 好 电容器开关前后呢 电压是连续的 电压不会突然的改变 就是我们电容器 升上去的时候 电压呢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呢 电容器在连接电压源的瞬间呢 如果电容器上面 没有电荷储存的时候呢 是从短路 电流瞬间短路呢 产生非常大的电流 就电容器呢 如果我们接上开关的时候呢 因为电容器如果本身 如果没有内部储存任何电荷的时候呢 那么等于一个 没有 等于一个 电阻等于零的一个电阻器 那么因此呢 会有非常大的电流 瞬间流到电容器上面 OK 因此我们可以适从短路 那电容器充满电以后 电压饱和电流降为零 这时候呢 成开路 OK 那反过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它会变成开路呢 就是当电容器充电充满了以后 那么这时候呢 就会变电流等于零的时候 就会变成开路 好 那下面看这个范例 那么这个范例 是代表一个电容器充电的过程 从零到八个ms 前面的六个ms呢 电压是呈上升的趋势 那上升的趋势呢 这个电压等于跟时间的关系 是四成四的三次方 乘上T OK 因此到了这一点呢 六个ms的时候 来到了24伏 到六到八个ms的时候呢 又降为零 所以在两个ms之间呢 它降从24伏降成零 OK 那么因此呢 VT呢 可以显成负的12伏时的三次方 乘上T 负号代表它是在降压的过程之中 好 那么这个电容器是五个mFd 那我们首先算一下呢 那么它的电流是多少呢 电流等于刚才前面提到 是C乘上DVDT C乘上电压的对时间的微分 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关系式子 是0到6ms是4000xT 做微分了以后呢 这个T就不见了 就直接变成一个常数 4×10的三次方再乘上电 再乘上了那个电容的数值 5个mFd 得到20mA 换句话说 从0到6个ms 等于充电的 那个充电的是电流多大 20mA 那6到8刚好反过来 它是放电的过程中 它放电的大小是等于 放电的大小是 -12x10的3次方乘上T 那么 因此我们把微分以后呢 把这个T丢掉了 变成-12x10的3次方 再乘上了5个mFd 5x10的-6 得到-60mA 在这个地方 所以 正20mA 是从0到6ms 反过来 6到8呢 是等于-60mA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紧接的 我们知道了 现在的电流呢 是 也是一样 2ms 它是充电的 从0到15 OK 2ms 那充电的过程 应该0到16 sorry 是8乘10的-3次方乘T 的电流 然后 到了 从2到4ms 是-8乘10的-6 OK 后面的 是一个固定的 那紧接的 这是电容 是4个mFd 紧接的 我们知道呢 如果呢 这个是 如果要求电压的话 要把电流拿来做积分 OK 那么前面的第一个积分积出来的结果呢 是10的30乘T 平方 第二个呢 从 到了 2ms的时候呢 Vt等于是 刚好是 4mV 我们把 2mV带到 再进来 就得到4mV 那2到4mV 之间呢 那么 电流呢 也拿来做积分 积出来会变成-2T 加上10 加上 8乘10的-3次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画起出来呢 大概就长成这样子 在 以2个ms为标准 之前的是 类似上一个T的 T平方的一个曲线 到了下面这个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放电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从知道 这边 以数学意义的话 它这是一条斜率所代表的 它的 一个正的斜率 代表一击起来呢 它就代表是一条抛物线 踢腾 这是一次方 这是二次方 那么 这是一个负的斜率 代表的 那个 这个地方又从何来呢 是代表这一个 因为这个时候 斜率是负的 因此这时候 它会从一个负的斜率在这边 好 那么 紧接着我们要看它的功率呢 当然就两个相乘 两个相乘的话 我们马上得到出来 0到2个ms 会得到像这种形式 然后呢 从2到4个ms 会成这个図形 如果我们画起图来呢 大概是这样子 它的功率呢 会两个 如果2个ms之前是T的三次方 然后呢 从2个ms到4个ms 是T的一次方 好 那 最后 看能量 能量的话 是代表了功率的积分 那我们再做数学积分呢 那我们在课本上面有 那林健老师在这里呢 因为适合一时间 林健师把结果给画出来 第一个 能量一定为正 第二个呢 在 2个ms之前呢 是时间的四次方程正比 那后面呢 跟时间的两次方程正比 那结果呢 就像这种形式 好 那么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大家如果多了解到了 我们就请翻到243页 学习评量6.2跟6.3 好 那么 在介绍电感之前的话 林健老师介绍一个 比较新的一些电容的发展 OK 这种叫做超级电容 我们对于电容所知呢 它的容量都非常的小 大概 是几十个mF 就是各位如果在电子材料行去买 老板问你呢 你都买得到了大概几十 到几千个mF 就是几个mF 就是几个好法的话 好是mF 没有错 几个好法拉第呢 已经算是够大的 但是 这边讲的超级电容的话 它的最小单位呢 最小常看到 就从一个法拉第起调 一个法拉第对于传统法拉第 传统法拉第的电容器呢 已经是非常大的 它的体积大小呢 大概比一个三公升大的 可可可乐的罐子 差不多那么大 OK 那个有 可以找得到 因为价钱当然不便宜 但是超级电容而言的话 一个法拉第呢 大概只有跟你的扭控那么大 OK 那么为什么它能够变到 体积变得那么小呢 那基本上面 它就是它的电容器的设计呢 跟传统的有很大的区别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超级电容的内部构造图 OK 它在 我们刚才前面知道的 电容器里面呢 外面有两个电极板 正极负极 跟外面的电压元阶带 以及或电流元阶带 都可以 好 那么这个电极板呢 上面呢 那么去看你的正负极咯 就是负极吸引正电荷 在正电荷 那正极的负极 负极吸引正电荷 在你的电极板上面 好 这样子呢 最相对应 在你的电解液里头呢 也根据你的电厂的分布呢 也吸引了带电的离子了 逐渐靠近了这两边电极板 OK 这个电极板在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么超级电荣的意思呢 我在中间 可以增加了一个 我们叫分离器 分离薄膜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分离薄膜的地方呢 在上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电极 这个小电仪 不至于让产生里面的物质 产生电解 但是 却有一个作用就是呢 它能够把里面的 这个电解液里面的离子分开来 OK 分开来 让带负电的 带负电的离子呢 往电极 正的电极跑 让带正的电极呢 往正极跑 同时带正的电极 带正的电解液里面的电解值呢 往负极跑 OK 那这样子有什么作用呢 让我的电极上面 所吸附的 靠近这边的电荷量变大了 刚才前面知道 C等于Q除以V 如果Q变大了 OK 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Q变大了 是不是你的C9就变大了 这意思就是说 它提升了中间的 电解液的里面 把里面的正负离子 彻底的向两边的电极板集中 OK 使得在局部的Q值能够拉得非常的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知道 电荷 相同的电极到达了电极板的表面 这时候又产生相 因为相同的电极会彼此相似 那怎么办 它的表面呢 我们知道 这个电极的表面不是非常的平整 而是做成了一个弯曲状 像各位看到这种弯曲状的表面结构 它有非常高的表面积 什么样子是要表面积呢 因为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使得呢 我们可以假设这两端 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一条直线的话 会有非常短的距离 但是现在表面是非常曲折的话 是不是这个表面的路径就会 路径就变长了 路径变长了 可以容纳更多的电荷 还有这个 这两边之间的 我们叫做黑色的分割线 这分割线呢 就分离了电极的正极 跟电解液的负极 那这一条分割线呢 我们称为它 就好像一个绝缘体的表面 那这个表面呢 非常的小 多小呢 就是大概通常是在奈米的范围 刚才前面提到 这个电容的D 电容等为Y0乘A除以D D呢 如果非常小 来到奈米的话 是不是我就可以拉高了 另外一个电容变大的因素 因此它电容变大的因素 变成超级电容 变成一个很大的电容呢 就靠了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 让它的电荷变量变多 第二个 我做了两个D呢 两个电极板 这个中间的距离变短 OK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容纳非常大的 使得C变大了 那C变大有什么好处 那能量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CV平方 那么C变大了 它就可以储存非常多的能源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电容当成一个储存能源的东西 OK 那么超级电容如何做 刚才前面提到 我需要用到的是一个非常短的距离 那这一张是从在Science文章看到的 2012年看到的文章 它用的制作不太困难 它用一个DVD烧录机 DVD烧录机有一种功能 它可以帮你在DVD 除了烧录下面的你要资料之外 在DVD的背面 你也可以把你要的资料名称 直接写在上面 它就利用这种雷射在你的另外一面 科制的这个功能 这个时候去做一些烧录的 就比如在上面 用到上面这支雷射 来去当做针度或者是针度的作用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达到非常紧密 致密的电极板的设计 在这个地方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这篇原文来念一念看看 因此呢 制作程序呢 不算 我们想想中 觉得要非常困难 在这里觉得好像 好像自己可以做的样子 当然 我仁英老师不跟各位报告一下 超级电容现在最看到的 最大支的 2.7伏 3000法拉第 在两年前 大概一个要335块人民币 大概1500块 单个的OK 到了去年呢 已经降到了80块钱 OK 今年的价钱跟现在差不了多少 可以看到的价钱呢 已经大部分的下降 一个80块钱 OK 但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个价钱拿来做什么用呢 通常拿来刚才林介老师讲到的 拿来当作能源储存之用 OK 它的优点是重量很轻 它的充电速度快 充一个iPhone5的话 只要5秒钟就好了 价钱很便宜 刚才已经提高了 它不需要使用重金属 没有环保的问题 不需要 它未来 现在当然取代锯电池 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但是呢 未来我们可以 如果继续能够改进的话 它有一天能够取代我们现在的虚电池 虚电池就是我们现在 举个最常看到的就是 汽车里面的那个电池 那个电池重量非常重不缩 而且那个不环保 里面有钳 那个会有重金属 如果那个量不好好处理 会有环保污染的问题 那它的缺点就是 耐压比较低 单个的只有2.7V 还不到3V 3V已经算是耗针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 要用高电压的 势别要好多好够的 拿来加以做 应该是串联吧 OK 那么当然 它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它的功率比较低 一公斤大概就来到10瓦 相对于锂电池的话 一公斤就来到100瓦 那么当然它需要保护电路 因为瞬间 它就产生很大的电流 如果不小心电路中间有电路 如果发生了挤压或碰撞 很有可能就会 瞬间产生短路 就产生了短路 大电流 就可能发生了火灾 这个是它目前所遭遇到的 一些困难困境 但是我们期望它有一天 它能够取代蓄电池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 这个对它的一个最大的期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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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